好,今日我的作用就是帶大家去看看其實其他城市在做甚麼 以及共享這個理念究竟是為了甚麼呢 我會用很多個案給大家用最短的時間去理解這件事是甚麼事 對我來說這件事是很興奮的一件事 OK,開始了 首爾有個市長叫朴元純, Part 1 孫 他是第一個市長在亞洲去倡議共享城市 他拿著耳朵的這個就是他 這隻耳朵的sculpture是在首爾大會堂拍攝的 他的意思是他希望能夠聽到市民的聲音 他2012年是選了做市長,剛剛是連任了 所以接著四年他都大有作為的 這個是他一間房,他一間房是很出名的這幅牆的 有很多post-it notes 我最近一去過來,其實現在還亂租租的 他就是凡是有人對他 他有一些意見和訴求,他們貼在這裏提醒自己 那 Part 1 孫提過,他很希望市民可以自己設計 他們自己居住的首爾 他希望市民才是首爾的市長 他做了很多事去推動一個社會經濟,一個共享經濟 他找到一些限制的建築物,那個本來是一個類似食物安全中心的一些雕空的建築物 在那裏他是做了一個叫做社會經濟中心 做了一個年輕人可以在這裏創業,可以推動社會創業或者sharing economy 的一個地方 這整個地方也叫做social innovation park 大家看看這個地方起棧鬼 裏面亦都是有一些共享工作空間的 有很多地方可以很隨意地去做一些講座 以及可以大家小組地去聊天 在他的大會堂下面 我們天馬的政府其實是你們不能進入的 但是在首爾的政府總部 他整層的底層大家都能進入的 在那裏啟動,在那裏睡覺,喝咖啡 還有自己扮市長在這裏,不是唱K的 是可以跟他講話,然後這裏上面的螢幕立即show你的樣子出來 其實是說給市長聽,喂,我覺得你有些問題 他是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是在他未做市長之前 他已經是一個共享經濟的唱議者 他成立了一個叫做Beautiful Foundation 這個美麗基金會推出一個1% sharing campaign 怎樣1%呢 如果你人工一萬的,你可不可以share100元出來 每個月捐100元,捐給美麗基金會 讓他可以支持很多社會的唱議 支持共享經濟,支持很多很有意思的項目 你結婚的話,你打算花10萬元的 你可不可以花99% 捐了1%出來 如果你去旅行的,你拿2萬元出去旅行的 你可不可以捐1%出來,就是你少花200元 花200元其實是沒有痛苦的 所以他是因為這樣,他是每年這個Beautiful Foundation 他未做市長之前,已經是籌到每年都幾千萬 於是他可以做很多政策唱議 亦都可以做很多的政策研究 以及支持一些社會創新的項目 那他現在是用,政府有一個funding 不一定是支持很多,不一定是網上社區的 共享資源,共享經濟的活動 包括什麼呢? 包括這個Cosasa.com 其實這個就是韓國版的Airbnb 大家如果知道Airbnb是什麼呢? 就是你上網去找到別人民居的一個 spare的房間或者一張床 這個Cosasa的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推動韓式民宿的 所以你看到這裡是有些比較不是那麼現代的 當然現在現代的都放上去的了 所以你可以選擇最傳統的韓式 一定是一些現代的住宿 Soulcar也是韓國一個carshare 你是長途旅行 你上這個網站就說我是由這裡去到釜山 大家有沒有一起來? 這些carshare其實美國已經很流行了 但是carshare就是共享經濟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這裏有四張照片 這個是社區 現在博元純 它很推動社區 有不同共享經濟的點子 所以它在很多社區中心 是用不同的資源支持這件事發生的 譬如這個Keeper就是一個網站 其實鼓勵大家 把不要的東西捐到一個地方 這裡大家看到是一個很厲害的舊衣的重修 會賣出去 工具 公具 share工具 share圖書 這些全部都是社區 它希望每一個社區都有這樣的東西 可以share圖書 share玩具 share你所有可以想得到的東西 這些是一個物品的一個共享 這個我很喜歡的 Open Closet 這個網站 opencloset.net 這個就是 它看到其實很多人 這個是尊為男子而設的 我不知道為何沒有女士的衣服 有是嗎 但是它重視男人多些 我理解是 是的 最初的時候重視男人多些 很肯定 那你會見到 有西裝有褲 有襯衫 皮帶 胎 公事包 鞋 現在應該有雙鳴 就是男女都有 但一開始的時候 它發現首爾 因為有很多大學畢業生 來自低收入家庭 其實都沒有一件 似乎的衣服見供 所以 但是也有很多人 都是有一些 不適合穿的西裝 在衣櫃裏面 是嗎 所以它就說 不如這樣吧 你們把所有的衣服都搬出來 然後跟著 就是在這個網上 做一個sharing 令到 年輕朋友 是有件體面的西裝 可以去見供 一個協作式的經濟 是包羅萬有的 這個就是 Tony幫我找出來的一個圖 就好像真是一個honeycomb 那是由錢 錢的crowdfunding 然後跟著 moneylanding kever這些 去到這邊 就是有很多物品的交換 去到這邊是食物 食物的new sharing 的交換 去到服務 很多服務的 一些的sharing 一些的共享 然後去到交通 其實衣食住行 都包羅萬有 所以我們有一場 正正在說 衣食住行論壇 究竟衣食住行 如果我們用sharing economy 這個概念 其實有什麼可能性呢 在那次 我們才會詳細一些 在這個複雜的honeycomb 逐樣逐樣 可以和大家去看 但其實香港現在也有不少例子 但就沒有這裡那麼豐富 這個空間 share空間 就好像sharedes 這個就是全世界有一個網 就是你去上網去看 你去哪裏 旅遊工作 你都可以找到一個 好像goodlab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有一張桌子 是給你去share的 那麼就 剛才這個這樣說過了 大家喜歡這個圖的 其實是可以一陣子給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多些 好了 剛才說了很多韓國的例子 但是在全世界 大家是用sharing這個字 是都發揮得幾臨離盡致的 share的東西不單是物品 時間 時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有一個sharing的功能的 這個例子我好喜歡的 因為很溫馨的 這個walking school bus 正正就是一個善用時間的例子 在每一個社區裡邊 都有很多不用工作的媽媽 但是也有很多雙職的父母 那雙職的父母最頭痛的就是 如果我們一早上班 怎樣可以去 有人帶我們的小朋友上學呢 所以在這個walking school bus 這個program 就是一些有空的媽媽 去到社區不同的地方 接一群小朋友 然後跟著去A座接兩個 去C座接四個 然後去E座接六個 然後跟著一起走上學 走上小學或走上幼稚園 一路走就像一輛在走的校車 就叫walking school bus 是不是很溫馨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善用一些有時間的人 還有這些有時間的人 是一些本來是限制的資源 在一個社區裡邊 沒有人覺得它是resources 所以共享經濟有一個很大的理念 就是我們怎樣去找到 社區一些限制的資源出來 這個也是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因為Kelvin現在回到香港了 這個也是在社區找到限制的資源 他在這裡找到幾樣東西 第一他找到超市 是有很多沒有人要的食物 第二他也找到社區 其實是有些公共的廚房 有些社區廚房 比如社區中心 可能有些可以煮的地方 第三他發覺很多人喜歡做義工的 於是他將這三樣東西合起來 就是超市不要的食物 社區廚房和義工 每天有人去超市去收拾一些食物 然後是有一些義工 在一個廚房裏面 做一些好味味很有營養的一些餐 是給區裏面很有需要的 營養不良的一些社區人士 這個就叫做Food Cycle 最近找到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講圖書館 其實圖書館一早都是一個sharing的概念 有很多書給大家去借 但是在一個互聯網的時代 很多人都不去圖書館了 香港的圖書館也都是一些書 舊舊的 又不是那麼新 新書有一段時間都上不了架 荷蘭都是面對一個這樣的問題 於是荷蘭有人索性創新了它 怎樣創新呢 不單是設計 這個設計真的很帥 這個就是他們的圖書館 真的像一個retail的bookshop 但是再加上什麼呢 它是一個共用工作空間 就是好像good lab那樣 有很多桌子讓你可以在這裡用 讓你可以在這裡做事 但是你要去跟別人交換 那它用一種方法就是叫做serendipity的一個software serendipity就是偶然撞到考慮的意思 那就怎樣用呢 譬如你去到圖書館裡面 你在這裡check in 你就說我來了 我知道你叫phishing phishing來了 然後跟著好像linkedin那樣 phishing是懂得什麼的 phishing懂得去踩單車 懂得很多東西 懂得去做manage project 懂得在社區那裡做些事 然後大家都知道 哦原來你check in了 我剛剛有個project在社區 想為人一起讀讀巧 那其實就在圖書館 考慮了這個phishing 然後跟著你又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會有一些新時代的一些想法 再加上它有個cafe可以喝東西 其實這個真的不像圖書館 但是真的是政府錢的圖書館 所以它是將整個sharing economy 以及人與人之間 怎樣是更加可以互相協作這個理念 是放了進去圖書館裡面 公共空間其實也有很多創新的想法 如果是一個sharing的概念下 我們香港就是康民署管理 康民署管理公園 大家都知道是一種收法 就是不讓你做任何事 但是在美國或者是在歐洲 現在英國都有的 就叫做adopt a park 就是一個sharing concept 是sharing of management 共享一起管理 大家有責任由社區和政府一齊 看看怎樣可以令到公共空間更加好 也有些是給一些居民用一元去買了公共空間 然後你自己搞定它 你自己去想一下 怎樣用一個協作的方式 是好好的管理它 好了,回到香港了 香港呢 過去幾年 我們看到是越來越多的例子 所以這個空間的發展是令人感到興奮的 包括最好歷史牛九的 這個是用時分券 是用time coupon這個理念 這個是聖亞國福群會 這個是南屋建築群 現在是預備復收的 大家都知道它是運作的 有些人可以是用服務 可以是拿到一些時分券 也可以換一些物品 那就是光訪 光訪就是在goodlab 是由這個社會創投基金 去孕育和枯化出來的 光訪計劃 其實我們那本書裡都會說了這個個案 如果大家不知道光訪計劃 很簡單 它看到香港有很多閒置的 顛空了的樓宇 是不是真的也是 或者是舊區 很多人怕麻煩 不想租樓出去 尤其是一些老一些的業主 那這個光訪就是一個社會地產 那它就說 不如由這個業主去留這些業主 你租給我 我是社會地產 我是有信用的 我不是為了謀利 我是想令到劏房戶是看到光 那這時候是要光訪的 所以它這樣去漏之下 現在都有十幾二十間一些單位 就是給了它一個機會做中學 那它就搖箱便便為二房東 它就安排一些有需要的劏房家庭 尤其是單親媽媽帶著一個小朋友 還有劏房相對危險的 那就給它們優先 是可以上這間有光的房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sharing economy的例子 這個限制的資源本來是丟空了它的 譬如在觀塘 有層樓真的幾年都沒有人住了 但是現在終於是有一些劏房家庭可以進去住 那另外一個就叫myflat.hk 這個是我們goodlab的一個member 是有份去設計的 那這個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鄰居的社交網絡 我們每個人的facebook friends 都很多 但是肯定你不認識它的 也都它不是住在你隔離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有的社交網絡 就是由你的鄰居出發的呢 那我們會有一個session 是講open data 以及科技帶來的共享經濟 那到時再跟大家說多一點 有興趣的就是上myflat.hk 可以多看一些 那另外一個就是verybite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玩的 共享經濟的理念 也是我們goodlab的member 現在在做著 他看到一件事就是 中華人的百嶺很想吃住家飯 有很多家庭主婦 身份子大了 煮得兩尾 又沒有人欣賞他們 就好閒天不中 於是他有沒有辦法 是將A和B聯繫呢 在verybite這個網 就有很多不同的飯餐 就是媽媽A媽媽B媽媽C 都可以提供到的 可以預訂 尤其是商業區的白嶺 然後去地鐵站交收 這個model可能在經濟效益那裡 dijoaba 未必現在做得那麼好 正是在嘗試中突破 2019 找到一個可以 生存到的經濟模式 但是能夠善用社區閒置的資源 就是有家庭主婦主得兩手 但是又可以自己賺到少許的錢 這是VariBite最主要的功能 Open Data 就是剛才說了 現在香港有一群朋友 很推動開放資源、開放數據 他們有很多的inspiration 都是來自現在世界各地的一個很大的運動 很大的潮流 就是開放數據可以帶來更多的資源的共享 在美國有一個code for America 這是在三、四年前成立的一個團體 有很多在Google、在Facebook工作的員工 他們每年拿出一個月的時間 他們說我們不放假 我們十一個月在Facebook上班 第十二個月 我們會去一個市政府或區政府上班 我們幫市政府、區政府 去做一些IT的solution 多數是Mobile Apps、網站出來 就是令到社區多些的資源是大家知道的 譬如這個Civic Insights 就是一個講一個城市 閒置中間在哪裡的資源 我們香港也有很多的 在新界很多的校舍就荒廢了 在市區也有很多工廠單位就空置了 這個Civic Insights就是專門挖掘 究竟我們的城市有些什麼的 閒置中間我們可以去善用的 然後就會有人去想到更多的新的idea 我一想到很快就講了一個很broad的overview給大家看 其實我的作用都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共享經濟 其實這是一個很闊很闊的範疇 為何要做這件事呢 希望社區能夠思考什麼叫自給自足 希望社區能夠有更多的公平和公義 亦都希望社區是能夠不只是上下的關係 而是左輪右利打橫的關係 是一個互助的關係 是一個社區自己可以自給自足 自然是有抗疫能力 自然可以擁抱更多多元生活的能力 這個共享經濟這個共享空間 我們接下來就是提一提 就是8月28號就是有下一場 希望大家都可以即時登記 然後去到10月13、14號 最後就是Hackathon Hackathon是怎樣做呢 最後Q&A的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多謝各位